大家好 我这两盆朱顶红呢 在春天的时候是开过花的 但是现在才刚刚入下 它又开花了 那么我们想要让朱顶红能够尽快的复花 那么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好这几步 那么是哪几步呢 首先第一步我们就是一定要给它补肥 促进它这个种球的负状 因为种球了开完花之后消耗的营养非常的多 如果不及时负状会影响它后期的生长和开花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促进种球的负状呢 促进种球负状 我们就要给它补充足够的甲肥 补充甲肥的话呢 我们有两种选择 首先是用这个奥利肥A2 奥利肥A2呢 甲肥非常的充足 它是专门用一些球根类的植物的 那么我们把它直接撒在盆土饼里面就可以了 或者是呢 用磷霜青甲也可以 磷霜青甲里面甲肥也是非常丰富 当然我们用磷霜青甲还可以呢 有效的促进它花芽分化 第二步呢 就是要给它足够的光照 光照充足才有利于它进行花芽分化和开花 所以呢 光照是不可少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要保护好叶片 因为只有有足够的叶片 叶片呢 才能够进行光合重用 继续养分来促进它 创花间开花 所以呢 叶片我们一定要保护好 如何保护叶片呢 就要给它做好一个适当的遮阴 但是呢 不能够完全遮住 因为呢 它还要光照了 那么我们呢 可以给它在夏季啊 光照特别强烈的时候呢 给它适当的遮一下阴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避免叶片被灼伤 那么然后呢 我们要做好一个病虫害的防治 以免呢 这些病虫害啊 侵蚀叶片 然后导致叶片腐烂等各种情况 那么第四步呢 就是在花前控水 那么我们控水的话呢 就要等到盆土完全干透了 然后呢 叶片有一点点发粘发软了 我们再来给它浇水 这样呢 可以抑制它的营养生长 可以促进它尽快的花芽分化 那么我们做好了四步 就可以让你的这个株点红能够尽快的复花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